接下来看的是川普个人及家族的丑闻 今年要踢爆川普的新书一本一本出 当然跟选举年有关 而现在对于川普最有杀伤力的是 他的亲侄女要出版的家族回忆录 这个回忆录里面的书名就取得很妙 叫做作用一切却永远不满足 回忆录的主轴在揭开川普豪门 既贪婪手足之间又骨肉香残 执笔的是侄女玛丽川普 他55岁是一个临床心理学家 所以应用专场仔细分析了叔叔川普 个性是百分之百的病态自恋 而且心理病症相当复杂 他最有杀伤力的是踢爆 川普在高中的时候为了能够进到美国名校 所以重要的SAT大学入学测验 是找枪手代考拿到高分 才进入华顿商学院 同时他也指出川普毫不尊重女性 口无遮拦 连对他这个侄女都曾经在游泳池叛的时候 貌似称赞的业余 说他的上围非常丰满 让他心里极度的不舒服 川普的种种行径 在书里面有巨细迷遗的故事 和细节描述 对于川普的杀伤力应该是非常的大 川普一度怨要诉诸法律 说家族之间曾经签了保密协定 那么要求法院压下这本书 但是川普败诉眼看着下个星期这本书就会公诸于世 老爱谈论自己如何跟着父亲学生一经 美国总统川普家族作用价值14亿美金的豪门戒业 但却不如表面风光 即将在7月14号出版的新书 由川普侄女亲自执笔 道出家族的贪婪 欺骗和骨肉相残 这本书书名很长 做有一切却永不满足我的家族如何造就全世界最危险的男人 是川普侄女玛丽川普的回忆录 55岁的她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 书中呛纳分析川普人格百分之百的自恋 而且病理状态极度复杂 行为匪夷所思 必须透过完整心理测验才能诊断 但川普肯定不会接受类似检查 除此之外川普也是家族中的讨厌鬼 川普的姐姐玛丽安曾任联邦上诉法院法官 玛丽川普写道 当川普2015年投入选战时 姐姐曾批评 她是个小丑绝对不可能当选 唐纳川普在家中五个孩子里排行老四 大哥小弗烈德川普 也就是这回出书的玛丽川普的父亲 在家族窃业工作不顺遂 离开后染上酗酒恶习 1981年心脏病发过世 唐纳川普没去医院关心 还去戏院看电影 而川普自豪的学历 则是高中时期找枪手代考SIT测验 拿到高分 作弊进入华顿商学院 让侄女玛丽川普最感冒的是唐纳川普 一直以来对女性的不尊重 花花公子唐纳川普对亲侄女也言语轻挑 玛丽川普表示他29岁那年 在海湖庄园游泳池遇到路过的叔叔 竟然当场称赞他尚为很有料 让他相当不舒服 写满川普黑历史的这本回忆录 川普试图以20年前 玛丽川普签过家族保密协定组织出版 却遭到法院宣判败诉 现在白宫只能不断疾呼 书中内容此虚无有 除了家族爆料 媒体也挖出美国政府在这波疫情中 拨款6600亿美金纾困 有不少款项落入川普亲友的口袋 众多跟川普关系好的战药 都成为补助对象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薪资保护贷款 计划索困名单 赫然发现川普女婿库许纳的名字 家族企业获得800万美金贷款补助 川普儿子小唐纳开设的农场 也获得15万美金 除此之外 川普的牙医 高尔夫球球友 也都有15万美金不等的补助 美国农业部长帕杜开设的卡车公司 运输部长赵小兰的家族企业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等人 都在补助名单上 距离大选剩下四个月 川普家族密行被揭发 还有政府经费肥水不落外人田 川普的争议比政绩还亮眼 TVBS新闻最后报道